我支撐的五六三三车是七点零四分 从浦熊到潘石花 它途径就是我们大梁山移除 从最急剧的地方 就是浦熊到西藏 它全程是三百多公里 慢车运行的时间是三个多小时 它经营过了我们大梁山最贫穷的一个区段 在这个车上 那28年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离不开它 它也离不开我 快一点排好吗 排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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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途径的站是上浦熊到西藏 有十几个小站 它站在那里 为了方便老乡运输 当地的这些农作物 农副产品而产生了一个卖 它最低票价是两元 几十年没有涨个价 这些小站没有学校 长期以来它承担的就是运输这些学生到县城去读书 有时候他们放雪 回来的路上 因为我们这个小慢车照明充足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车上 利用这个小慢车 在茶几上把作料完成 所以说这些山里面的孩子 他都把这个车称为校车 我们这个车经常会看到那老乡那些羊啊鸡啊猪啊这些上来 我们特意的改装了五节 车掉一排灯子改装了 让他们堆码子整齐 他们可以在我们车上买卖 就是用他们的话来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制服者 未来我对这个小慢车的期望就是继续开下去 因为大山里面还有很多人更需要这个慢车 也要依靠这个慢车走出去 也希望我自己能坚守在这个慢车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金 吉